婴儿满6月0时是千加腐蚀的最佳时期,婴儿满6月0后,纯母乳喂养已无法再提供足够的能量。 还有铁、鲜、维生素A的关系营养素,婴儿必须在继续母乳喂养的基础上,引入各种营养丰富的食物。 在这一时期千加腐蚀也与婴儿的口腔运动能力,及其对不同口、胃、不同质地食物的接受能力相一致。 过早添加腐蚀,容易因婴儿消化系统不成熟,而引发未尝不适,进而导致喂养困难或增加感染、脱敏等风险。 过早添加腐蚀也是母乳喂养提前中值得重要原因,并且是老儿童和成人气肥胖的重要风险因素。 过早添加腐蚀,还可能因尽实施的不愉快精力,影响孕幼儿长期的即食行为。 过晚添加腐蚀,则增加婴儿蛋白质、铁、鲜、铁、维生素A等缺乏的风险,进而导致营养不良以及缺铁性贫血的各种营养缺乏性疾病,并造成长期不可逆的不良影响。 过晚添加腐蚀,也可能造成喂养困难,增加食物过敏风险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